用武力阻碍記者的採訪 我們要求警方其手專業精神 台武新聞自由 尊重記者的採訪權利 麻煩你了 好,我們現在都開始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在台上我們有 警察公共關係科的兩位 分別是總警司謝震忠 以及高級警司江永祥 現在謝Sir會首先為我們講解一下 謝謝 各位記者朋友 剛才我聽到大家的表達 也聽到大家的聲音 明白在這麼艱難的時候 大家的工作都面對很多困難 我在這裡作出一個承諾 警察公共關係科 在剛才聽到大家的聲明之後 必定會認真改善 也會將這個訊息帶回前線的同事 希望在日後的工作中 大家能夠互相協助 在記者會開幕之前 我想在這裡播放一段短片 先開始我待會兒那個發現 先開始我待會兒發言 先開始我待會兒發言 快點避免去你 好,各位傳媒的朋友,大家好 好,相信大家都目睹最近一段時間 跨越多區的一些示威活動裡面 有一小撮人騎劫了整個的運動 由原來和平的示威 演變成一個有組織感摧毀香港的行動 令整個示威行動變質 這些暴徒不僅上街破壞社會 更加在居民和居民附近 製造有殺傷力的武器 儲存爆炸品 危害市民日常的生活 昨天,即是8月5日 全港多區出現暴力的衝擊 破壞的事情 由早上的不合作運動 影響到差不多所有的港鐵線 以及不少的巴士線 甚至乎海底隧道的出入口都被堵塞 它們剪斷交通燈 到了下午,多區都有不同的集會 但很快都演變成一些暴力的事件 一直伸延到晚上 暴力襲擊蔓延到多個警區的警署 以及附近的道路設施 暴徒衝擊警隊和原來平靜的社區 他們做的事不僅僅襲擊警務人員 也傷害了普通的市民 警方先後採取多次的驅散行動 並作出拘捕 就住昨天的示威活動 我們觀察到兩個現象 第一,暴徒將示威活動 包裝成不合作的運動 但卻令到社會癱瘓 對市民生活造成極大的惶恐 而在不合作運動中 持反對意見的人 有人亦被圍偶 第二,暴徒亦都騎劫公眾集會的遊行 演變成極端暴力的行為 示意襲擊警察 攻擊警署、警車和相關的設施 企圖癱瘓警隊的服務 我們要問 是否還要容忍這些無法無天的暴行 昨天,暴徒發起不合作運動 堵塞全港多條的主要幹道 包括紅磡海底隧道入口 又用鐵馬雜物 架設路障 其他市民阻車外出 完全是寸步難行 這種違法堵路的行為 是極度擾民 亦都對馬路上的暴徒 以及道路使用者人身安全 構成非常大的威脅 暴徒就連交通燈的訊號電線 也都剪斷了 據我們的理解 現時有117組的交通燈電線 被剪斷 直至今早 交通燈都未能完全恢復正常 不少路口 亦都出現了交叉、錯亂的車籠 不單止路面的交通受阻塞 就連港鐵 昨天也受到影響 昨天在港鐵站裡面 就有一位懷孕的女子 不舒服 看到她的家人的徬徨 是多麼著急 另外,東鐵 亦都有人將單車和手推車 放在路軌 影響鐵路的行車安全 這些不合作運動 並不是他們口中所說 只是為大家帶來不方便、擾民 而是嚴重威脅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 而在暴徒推動這些運動的時候 亦強迫別人加入 甚至襲擊一些不同意見的市民 這些行為完全是失去常性 濫用私營的表現 當他們認為其他人做錯 如果不對的時候 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制裁他們 在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 暴徒將社會秩序通通推翻 法治蕩然無存 亦令到一般的市民 都對社區的治安感到擔憂 甚至惶恐 擔心不知何時有暴力事件 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我亦想跟大家說說在這段日子 暴徒騎劫集會 以一些快閃打游擊的方式 進行示威的活動 最終都變成極端暴力的行為 示意襲擊警察、攻擊警署 警車及相關設施 企圖彈換警隊 漠視警隊及其他緊急服務的重要性 昨天有同事被暴徒襲擊用丫叉 射鋼珠、波子、射中 亦被淋滑懷疑腐蝕性的液體 又有暴徒包圍警車 大肆破壞、打爛警車的車窗 它們又分別在尖沙咀 天水圍、大埔、荃灣、沙田 黃大仙等多間的警署襲擊 有暴徒將汽油彈 和一些著火的雜物投入警署裡面 其中一個警署裡面的警車 就是因為這樣而著火 亦都有暴徒在灣仔 警察總部外面扔起油彈 差點扔中了一輛路過的的士 因為它們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總共有21間警署的服務 在昨晚在不同的時段受到影響 令警隊在某些時間 某些警區 未能即時提供緊急的服務 就連消防救護的服務 都因為暴徒的行為 而有相當嚴重的影響 他們企圖癱瘓各類型緊急援助的服務 只會危害其他市民的安全 我留意到今天不是有太多報道 報道昨天 暴徒亦都有襲擊紀律部隊的宿舍 作出大事的毀壞 包括在宿舍的外面中火 雖然那個紀律部隊宿舍 但是裡面住的居民 紀律部隊的家屬 其實都是一般的市民 和大家沒有分別 裡面都是有小朋友、老人家 暴徒試以攻擊這些宿舍 扔磚頭進去他們的家 都是大眾完全不能接受的行為 現在我會把時間交給江Sir 去說說昨天到現在的一些數字 是,大家好 我在這裡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們的拘捕數字 在昨天進行的行動 警方一共拘捕了148人 分別是95男、53女 年齡介乎13至63歲 涉及罪行,包括非法集結、襲警 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等 而今天我們是檢控了… 我們是暫控了四名人士 包括兩名是涉嫌破壞交通燈的男子 刑事毀壞 他已經在今天下午 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另外兩名是有參與王國一帶 在8月3日晚的非法集結 是一男子和一女子 是被控非法集結 亦在今天就已經去了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而警方在昨天的行動期間 使用了大約20發的海綿彈 大約140發的橡膠彈 和大約800發的催淚彈 而昨天的行動中 我們共有七名同事受傷 其中有一些同事被降珠 射爆他的嘴巴和口唇 也有同事被磚頭和其他硬物襲擊 而受到傷害 警方亦留意到網上有人討論 就說在昨天在街上看到警隊 是出動了銳武裝甲車 又或者趁我在這個機會 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這輛車的一些內容 銳武裝甲車是我們會在大型 以及嚴重事故中使用的運輸工具 這輛車主要是防禦性 提供一個更好的保護給我們的同事 它的主要用途主要是 運送我們的同事、裝備、甚至商者 亦會用來掃除一些障礙物 和路障等等 那我交回謝長 好,那我做一個總結 我希望市民明白 過去兩個月 我們由開始配合和平示威者的人流管制 以至現在針對一小撮人的暴力違法行為 而使用相應的武力去應對 都是以保護市民的安全秩序為大前提 正如我們昨天所說 如果沒有示威者示意暴力違法的行為 警方絕對不需要 亦不會使用任何的武力 我希望市民能夠諒解 我亦都希望各位市民和警隊能夠共同努力 對於所有的暴力行為 不縱容、不參與 一起重建和平有罪、安全穩定的香港 盡快回復社會的秩序 接下來我會用英文簡單說 剛剛才的 speech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As you all have seen in the past few weeks a small amount of people hijacked the public protest in various districts such protests have designed to organize and recognize destruction distorting the meaning of whole movement yesterday there was a series of violent clashes and destruction in the city where numerous major roads empty our lines bus routes and even harbour crossing were obstructed and disrupted since early morning later in the afternoon multiple public gatherings descend to violent incidents many police stations and facilities were under attack the police conduct dispersal operations and make arrests in face of the chaotic situation in this press conference I have two messages for you all firstly some protesters exploit these so-called disobedience campaigns to cause kiosks in the society taking justice in their own hands secondly radical protesters hijack public gatherings and exploit them to commit violence acts like assaulting police attacking police stations and facilities they attempt to paralyze our services yesterday in the excuse of peace and disobedience campaign protesters blocked many major roads including cross harbour tunnels set barricades and paralyzed traffic they even damaged traffic lights extensively many of them were out of order until this morning major road junctions were disrupted leading to serious risk of traffic accidents not only road traffic was paralyzed but the obstruction also went underground yesterday a pregnant woman was feeling unwell on mtr train i was shocked that the protesters were disregarding others' safety the riotous actions caused great inconvenience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placed ordinary citizens in great danger a number of rioters even took justice in their own hands when they disagree with others they would resort to violence in order to punish them in their own way they shows a total disregard of the rule of law many citizens were living in fear as they worry such violence would happen to them within two short months the rioters have recklessly destroyed the rule of law their acts have seriously hampered public safety many ordinary citizens were living in fear secondly these rioters hijacked public gatherings and staged protests as flash marks using guerrilla tactics these acts often descend to violent incidents like attacking police officer ventilizing police stations vehicles and facilities they paralyze police services and neglect the importance of all emergency services yesterday some of our officers were attacked by rioters who shot metal marbles and threw suspected corrosive through it a large number of them surrounded police station in jimsa chui tin shui wai tai pou chun wan satin and wong tai xin they intend to paralyze police services cause serious harms to citizens safety what's worse some protesters even throw petrol bombs at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narrowly missing a taxi that drove by as a result of the redness acts the surface of in total of 21 police stations were affected the emergency services of police and even fire services were hampered this place the public in danger i would also like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rioters also attack discipline services quality quarters the residents they're just ordinary citizens consisting of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rioters threw bricks into their flats and placed them in great danger such acts are totally unacceptable here i'll give you an update of arrest figures during the operation yesterday the police arrested 148 people consisting of 95 males and 53 females aged between 13 and 63 years old their offenses include taking part in the riot unlawful assembly assaulting a police officer resisting police officer in the due execution of duty possession of offensive weapons the officers fire around 20 spongy tip bullets around 140 rubber bullets and 800 tear gas grenades during the operations seven officers sustained injuries one officer's had his teeth broken and lips injury by metal balls some officers were hit by bricks and hard objects also we noticed some online discussion about the unimog here i would like to briefly talk about uh the unimog the police purchased this unimog in 209 their main functions were to clear debris from rows including the barricades and objects placed by the rioters also as some of our vehicles were under attack this truck can avoid such situation i would like to say this vehicle is defensive defensive in nature rather than uh attacking i pledge to every police citizens that we are capable and determined in controlling the situation and restoring public order in fact most parts of the community are back to normal today i must emphasize that both police and the public play a part in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may i ask everyone in hong kong do we still tolerate and promote such violence acts i hope every citizens will work together to restore hong kong's public order and safety we should not tolerate or participate in any violent acts so that hong kong can soon revert to the right check thank you . . 好,請發問的記者朋友先對手 橙色背心的位置 兩位老師 鬼鬼 兩位老師,相信很多觀眾 可能都聽到很生氣 因為其實為甚麼會有那麼多… 可能你們說是激進示威者 令居民覺得不安全生活於黃紅之中 事實上就是7月21日 在元朗白衣的黑社會打人 其實報警後很久都沒有人理會 才令市民覺得警黑合作 而警察並不是保護市民的安全 想問問兩位老師有甚麼回應 好 首先,謝謝你的問題 有關警黑合作的指控 我是可以百分百在否認 從來打擊黑社會 或者我們稱之為三合會 都是我們的警務處處長 首要行動項目裡面的項目 我本身也搜過反黑組 對,我們對著黑社會 我們必然是硬手段 打擊他們的收入來源 打擊他們的罪行 而你所說的 有關7月21日的案件 其實我在昨天的簡報會裡 也有提及我們對這宗案件極關注 我們現在也是馬不停蹄 很努力地繼續調查這宗案件 而我亦說過 剛剛這個週末中 我們進一步再拘捕四個人 涉嫌參與7月21日的事件 現在我們總共已經拘捕了23個人 涉嫌非法集結 而我們的調查仍然是進行中的 我們很可能會繼續拘捕 想發問的,我們先給你一個咪高峰 這是一波老闆的 為何當初不正式拘捕 要萬元再拘捕 和你近日的拘捕行動很大分別 有甚麼人解釋一下 或者我回應這個問題 就著你剛才說的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為何要40分鐘 而另一個問題就是 當日為何不作出拘捕 首先我想在這裡澄清當日 其實我們在11分鐘 就有第一隊 即是兩個同事 去到元朗的西鐵站 但做不到事嘛 事實的安全是沒有受到保障的 你這樣也算嗎 讓我先回答好嗎 好,請你繼續 當日兩個同事去到元朗西鐵站的時候 他們兩個同事看到裡面的情況 他們有一個決定 就是認為他們兩個人 並不能夠安全地處理當刻的情況 所以他們當刻的決定 就是向電台 即是我們支援的地方 拿出支援 你這個答案和你之前有甚麼分別 我希望說回事實和… 我們知道的,你說了至少三次 處長也說過 可以再解釋一下 為何當初會是這樣 可否正面一點回應 我想你讓我先回答答案,好嗎 如果再是變音色 我好歉,我會再打插給你 請你說清楚 為何會是三十多分鐘不在場 保障不了市民安全 為何當初不執拔 為何當初不執拔 我回答了第一部分 我想你讓我們同事先說一說,好嗎 你給他一點機會先說一說 好,其實他11分鐘 他作出了一個要求的支援後 其實我們其他的同事 在當區用了28分鐘 整合了大概40人 然後他們拿齊裝備後 就上車前往元朗西鐵站 之前也提過 我們用28分鐘去處理 找40人拿齊裝備 去現場是否一個合理的時間 一般在新界 我們接電話時是15分鐘 而當日第一批是用了30分鐘 當日他們用了28分鐘去做這件事 我只可以說在當日 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 上環發生一個非常嚴重的暴力事件 而當日在元朗發生的情況 所有衝鋒車都在處理不同的打鬥或火燭事件 所以這40人的同事 用28分鐘去到現場 我們在之前的記者會提及過 這跟市民的期望 我們認為是有落差的 我們在… 為何不跟市民說 為何當初你們在 Facebook 引擾營 當時為何不跟市民說 9個9不行 我們現在派不到人 請你們耐心等候 你們連這句也沒有 其實當刻… 我們當晚也有說 在當刻三個小時內 其實警方的999熱線 接到24,000人以上的求助 但是幾天後才說 我想這樣說 當日其實我們遇到一個情形 是有很多人打999 我們明白有很多人有需要 要去打999求助 但同時其實那個數字 為何是過幾天才找到呢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要一個系統裡面去找 但CCTV拍到你們的警車 經過你們都不下車看 又為甚麼呢 深窗閘拍到很多警車經過 為何你見到白衣人不下車 去看看他們是甚麼情況 你應該說是在甚麼時段的時候 應該是在八點多、九點多的時間 你是不是沒有看過 幾點多 你還是有經過 那個大批白衣人聚合的時候 其實你們警方是有責任去了解 為何那麼多人聚合 否則就不會有非白衣的這條罪 是否這個意思 當日其實我們是… 之前也在不同的記者會說過 其實我們有收到相關的情報 那些CCTV片看到很多警車經過 但每一個警員坐下車去看那群白衣人 那群白衣人不是一個、兩個 而是幾百人 為何當初你們沒有執招 為何當晚你們沒有拘捕走那些人 為何事後才拘捕那幾十人 而這幾天我們看到 我們迅速拘捕了幾十人 七十多人只是天水圍 為何會這樣?你可否交代清楚 我想就著我們可以之前答的一些答案 我們其實在不同的渠道搭坐 我想如果你就著個別的一些警車 當日路過的時候 其實為何它沒有下車 那輛車究竟是在做甚麼 不即時應對 我想詳細的,我這裡不能夠交代 對,我想真的… 好像全部補助,你沒有重視 這位是你的天執肥,你沒有說常 可否解釋為何會有熱課 可否解釋為何到現在 都只是控制非法集結 是否到現時這一刻 都沒有任何證據 看到他們有個打人 好,我想我先回答了 另一位記者的題目 其實我們在一些大型的公眾活動中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先以這個… 參與非法集結作為第一個拘捕 因為這是我們在現場 有最足夠的證據 去作出這個拘捕 那這個並不是 在元朗7月21日的事件裡面去做 其實在之前或者之後 在其他的一些大型公眾活動 或者一些之後發生的暴力事件裡面 其實我們都是用同樣的罪行 去拘捕大部分的示威者 但當… 日制改控暴動 有人可以… 為何他們到現在 這幾十人 你拘捕那二十多人裡面 很多人到現在都還是非法集結 我繼續回答你 剛才我再回應你 其實基本上 除了我們拘捕非法集結 參與非法集結以外 其實我們在某一些案件裡面 如果他觸犯一些 其他比較明顯的罪行 我們也會作出拘捕 例如襲警 或者一些普通襲擊的罪行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拘捕 他兩條罪行 那你意見不到他們三條罪行 我想其他記者朋友也想有機會發問 所以… 其他記者朋友也會發問 南華早報 謝謝… Christy from SCMP 兩 sets of questions probably the first one on police and public relations police seems to be the top enemy of protesters and many citizens in Hong Kong nowadays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tensions between police and members of public and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the reasons behind it and how would the force still maintain law and order in the city when part of the society do not trust you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the morale and officers nowadays often called black cops, dogs, rubbish, gangs over the past two months and people throw eggs and curse you and curse your family and you can see the videos that like some of the officers even talk back and even screw with reporters with foul languages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se situations and how were officers emotionally disturbed especially when they were exercising duties do you think they could still cope with the situations or they have reached a breaking point? Thank you OK, I must emphasise that police are capable and determined in controlling the unrest and restoring public order in Hong Kong but the kiosk has extended to various districts and public service have been affected undeniably it takes two to tangle both the police and the public have a role to play in restoring Hong Kong safety and stability we must not tolerate violent and lawless behaviour anymore and 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appeal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stop all the violence behaviours regarding the second question about the morale the emotions emotions I feel our officers who have to put up with all these verbal abuse and physical attack committed by the rioters in the past two months I must say that they have been working very hard to protect Hong Kong and stop the violence committed by the rioters however the level of violence used by the rioters have been escalating over the past weeks especially in the past two weeks and many of our officers sustained injuries as a result but I'm confident that our officers will stand their ground and perform their best in restoring Hong Kong public order and safety but does it mean that the officers could also take their anger to the citizens protesters or even the reporters definitely our officers will not put the timber on the on the rioters and in fact we take care of their behaviour and we have psychologists to talk with them whenever they are not working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calm enough when executing their duties standard 追求回剛才你關難的問題 就是有些影片看著警員站在白衣人旁邊 拿著棍子 為甚麼即時不被判斷他們的判斷武器 判斷武器 另一個就是說… 另一個就是其實昨晚多區 都是發生了疑似黑社會 疑似黑社會出來打人的事件 包括有藍衣跟白衣的人士 其實這是元朗事件的升級版 而警方一直以來有做過任何行動 去制製或追擊這些事情嗎 我先回答你第一部分 然後我將第二部分交給江Sir 當晚我們去到南邊圍村口 你應該在說 其實當時我們有的警力 主要的工作就是要確保 在村口的村民 和村外面穿著黑色衣服 相信不是村民的一些人士 當時其實兩邊是在一個非常之… 應該是在非常之… 大家好像互相會預備一個打鬥的情況 當時我們的警力 最主要是確保雙方不會有一些打鬥 或者將當時的情況會惡化 我也想回應剛才阿里君的問題 就是其他的案件 以及關於元朗7.21的事件 其實我們所有的案件 都必須要跟律政署去商討之後 作出一個大家認同 或者是合適的檢控 而就著7月21日的事件 其實我們也有跟律政署 初步取出一些意見 他們認為是有跟進的工作 我也補充 其實除了之前已經拘捕了的人 其實我們仍然在進行調查中 是不排除,會有其他拘捕 是,不好意思 就著剛才那位記者所提問的 昨晚亦有相似的打鬥事件 在我的手上的資料 就是昨晚大概7時多的時候 在北角區有一些人作出打鬥 而我們亦收到一些緊急求助的個案 很可惜 當時有遺數挺大量的人士 或者我稱他們為一些比較暴力的示威者 包圍著我們的北角區的警署 當我們同事是希望出閘 就是離開車閘派人員去處理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亦都受到攻擊 於是我們就未能夠適時調派人手 去處理我剛才所說的緊急求助個案 但其實在晚上省下的時間 我們亦有重組我們的防部隊的人員 到最後亦有去到北角的現場 作出驅散行動 到最後亦能夠回復結席 而另一個我相信你提及的 就是在荃灣警區發生的 昨晚大概晚上11時左右 我們收到第一個緊急求助的報案 也說在荃灣區裡 有一些兩幫人在懷疑打鬥 而在凌晨大概12點鬆一點 即是凌晨零時鬆一點 我們亦都收到另一個緊急求助個案 都是有相近的報案 我先說了晚上11點的報案 其實我們已經在15分鐘內 我們就派完去到現場 我們進行掃蕩 而當時我們亦都成功完成掃蕩之後 現場就回復了秩序 而在凌晨附近的那個報案 我們亦派完在15分鐘內 其實是到了現場 亦都進行掃蕩 現場也回復了秩序 LOW TV 有沒有拉這個人? 有何家文? 根據我的紀錄 在北角和荃灣 我先說一下北角 因為我手樓上沒有清清楚資料 究竟我們防部隊人員 去到現場的拘捕 是否包含在我之前提及的148人裡面 我需要看看我的數字 另一個在荃灣 也是 究竟我148人的拘捕人士 包括嗎?我都要回去再看看 因為人數這麼多 我現場只有昨天的拘捕數字 真不好意思 我應該要這樣說 這樣分配,這樣走 我要清楚地說 其實大家昨天也看到 在港救新界很多地點 其實從下午開始 已經有很多暴力事件發生 其實我們同事已經被分派到 很多不同的區分裡面去處理 所以我剛才也提及了 我們雖然未能派一些即時去處理的人員 其實我們也在稍後時間 也盡快再去調配我們的防暴人員 去到現場處理 因為無論是在北角… 應該是我的手樓上知道 在北角報案裡面提及 其實人數都是眾多 對,我想我們也在處理上 我覺得到了我們派比較大量的防暴人員 去到現場 就是對現場的人 或者對我們處理的同事 在安全上的考慮 都是我們會關注的 現在… 麻煩你,麻煩你 現在…麻煩你,先慢慢舉手 你當我一會 我的理解應該是… 大概是晚上11時之後 7時時發生事故,11時時你才知道 這是我的紀錄,資料是這樣的 好,我們要繼續… NOWTV,麻煩你 我想問北角的 究竟具體的到達時間是哪裡 因為其實你們在荃灣很肯定 其實兩宗都是15分鐘內 究竟北角的是多久 除了防暴前 是否沒有其他警員 曾經去過現場處理 另外,我想問 其實有些法律支援的代表律師 就說他們即使說了被告的名字 即是被捕人的名字 以及身處的警署 他們都沒有辦法得到法律支援 想問你們有甚麼跟進 另外,我想警方可以澄清 究竟裝甲車上 其實是否可以配備武器 為何要在鬧市出動裝甲車 謝謝 是 有關剛才北角那裡 我手上的資料都是11點後 我們有安排到防暴隊 去到現場作出驅散 在之前有沒有派員去呢 正如剛才所說 由於我們當區的警署被包圍 亦受到很嚴重的攻擊 所以我們北角分區以我的資料 是未能派出人員 就即時去跟進的 那是否正式七點多 是,那我或者問有沒有人行必呢 其實我想這就是人手分配的問題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昨天我們起碼有21間警署的服務 在這個暴力事件的過程中 其實曾經有不同時段的服務受阻 其實我們也不是不想派人員去行必 我想大家也要公道點看 就是其實我們每天所派出來 去處理不同的暴力事件的人手 為數已經是不少的 難免的確會影響到某些緊急服務的提供 我繼續回應NOW TV的記者他所提問 有關法律支援服務 我不知道你是否說 因為我也有看一些網上的新聞報道 我不知道你是否提及 在法庭上是否有律師曾經說 有人很遲先通知他上法庭這個個案 還是其他東西 我先說了 就是其實所有的被拘捕人士 去到我們的警署的時候 我都會派一封通知書給他 上面也列明了一些被捕人士的 一些他可以擁有的保障或者權力 亦包括了可以聘請自己的律師 所以我相信其實每位被捕人士 他是知道他可以聘請法律代表的權力 如果你是提及那個 已經上了法庭而律師有提及的案件 當然案件的詳情 我不方便在這裡說 但是根據我的資料 其實這位被捕人 他在被捕的過程中 是有律師代表的 包括我們落案起訴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是有律師代表的 而落案起訴的時候 我們都會通知他 他會在幾點鐘 是上哪個裁判法院的 但是根據我的資料所得 就是他上到法庭的時候 他又是由另一個律師代表他 究竟中間是否有任何溝通上的問題 我現在還未有資料在手 有關的就是NOW TV的記者 有問過裝甲車 請問他可以跟他有希望 跟他在抗議嗎 不好意思 我會想回答 第三部分 的問題 NOW TV的記者 是的 就有關裝甲車 其實車上有甚麼裝備 我想我不是太方便去 因為一些行動上的細節 我又不太方便去說 但正如我在一開始的簡介裡面 也提及過 其實我們的裝甲車 是以防禦為主的 而因為近來特別是道路上 常常有一些道路 或者一些大型的障礙物 我們都希望可以用一個 比較有效的方法 去清除一些路障 而剛才也有提及過 就是近來示威者的 一些暴力層次 也升級得很快 我們很多時候 調配一般的警車在街上 都被襲擊 車身或車窗 也被嚴重毀壞 也有發生過 所以其實我們用一些 比較堅固的 叫做運輸工具 或者警車 我們都是考慮 我們實際上面對的情況 希望大家會明白 我想問,確認7時收到報案後 確認11時才有警員到場 事前有收到情報嗎 我先這樣說 我剛才也很清楚說了時間 我也不再補充 我手頭上不知道 當時我們有沒有情報收到 但我也要說 昨天的示威者 他的機動性也相當高 你看到雖然一開始的 所謂的集會在金鐘附近發生 其實我想在港島區 你也見過他們在灣仔出現過 在銅鑼鑼出現過 然後又去到北角 我會說他們那麼流動性那麼高 這些也很影響到 我們情報上的收集 況且如果你說情報上的收集 實在現在在不同的網上平台 我們也不知道有時有些資訊是真還是假 所以我暫時未有資料為何 但是德國的市場市場 已經已經阻落了集 我們… 為何會超級市場 都知道有危險會出現 而警方不知道 我想這樣說 昨天有一些團體 或者有個別人士 他發起罷工的運動 我相信有關門的店鋪 亦不僅只有北角有 我想如果大家要去數… 超級市場沒有爆發 我要這樣說 我不會評論個別機構 他一些風險的評估 如果你說… 如果是這樣 我們的記者會是進行不了的 好嗎?我們問吧 不,我要這樣說 不如我先完成他 我說我們不會評論 個別機構的風險評估 你說他要決定要關閘 我會說其實… 這個正正是現在的暴力 升級得這麼快的結果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亦都令到市民 或者一般商戶 他們惶恐 這個就是現實的結果 大家都害怕 我就關閘了 如果你說關閘了閘的責任 究竟是誰要負責呢 我也不方便在這裡評論 … 如果你們不可以 如果你們不可以 請請請請來 請請請請 請請請請 我想跟進警員情緒上的問題 其實近日也看到有些警員 可能看到示威者叫他們蟑螂 還有可能用粗口跟他們對馬 其實警員有犯了甚麼例子 還有可否說一下 在這兩個月後 有多少個前線的警員 找過你們心理輔導或情緒上 要支援,數字是多少 還有如果真的有這些人 他們還可以回到前線工作 另外想問出雷彈的數字 昨天說過6月9日至之前是1000元 昨天單日是否已經800粒 是否等同差不多是之前的總數 還有其實昨天也有些行家 被人射中頭 還有頭盔都可以射爆 究竟為何警員會這樣射 我們看到很多都是低角度瞄準 然後不停射 為何警方、前線的警員會這樣做 是否因為他們情緒出問題 麻煩你 我想我先回答同樣的問題 然後交給江老師 回答另外兩個問題 我想第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從我可以在一些電視 或者同事的理解 或者看到大家的反應 其實我們看到在過去… 不好意思 就著剛才兩個問題 我想第一件事 就是關於情緒那件事 我想是… 就著我在一些電視 或者在不同的媒體 看到的情況 我相信現在香港 大家都可以同意 其實整體在香港所有人 現在的情緒 都比以往高漲 我想無論是示威者 無論是其他在道路上的市民 警察都是一個人 我想過去同時在兩個月裡 不要說是衝擊的時間 我想在衝擊之前 很多遊行的時間 其實警察都要受著 一些言語上的侮辱 衝擊的時候 他們受到很多身體上的襲擊 就算是下班 或者是家人 也要受到很多起底 網絡上的欺凌 過去一個星期 大家更看到 幾類部隊的宿舍 受到一些暴徒放火、釘磚 我想… 張心比己 其實任何人如果在這個工作環境和壓力之下 情緒會有高低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很想在這裡 借這個機會說 其實警務人員 由做警察的第一天 其實已經是遇到 會在一些比較像艱難 或者一些動亂的時候 我們工作就是要站在社會的最前線 也是要去負責處理社會現在這些問題 我深信我們所有的同事其實在過去兩個月 都不停去提自己 我們做警察的第一天的使命 你提及過在這段時間有多少同事在這個壓力之下 需要一個心理的服務 我可以這樣跟你說 就是其實心理服務科的一些同事 他們定期會在我們一些大型的講座 又或者在過去這段時間 一些小組的形式去跟不同的同事接觸 那麼個別的同事 可能他們因為受到襲擊 又或者個別的同事 他們家人受到起底、欺凌 我們也都在這些情況之下 心理服務科也會個別為這些同事 作出一些跟進工作 就著每一個同事 他在情緒上 究竟他那個情況是怎樣處理 我想這個是牽涉到同事本身的私隱 我就不方便在這裡說了 事實是有個別的同事 是很少量的同事 是因為可能是他的工作的原因 或者受到襲擊之後的原因 未能夠立刻可以上回前線 有個別這樣的情況 但我們是密切留意同事的情緒 去確保他們在走上前線 去執行他們的職務的時候 是必定會根據他一個專業的態度去處理 會不會道歉? 會不會為警員 需求無辜的市民和記者而道歉? 我想這樣說 大家就著個別同事的行為 我…個別同事 如果個別有些不適當的行為 我就不在這裡個別討論 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是有一個現有的機制 就是警察投訴科 是必定會跟進這些個案 並作出一些適當的跟進 好,最後一條… 有線電視… 你剛才問了很多 但你剛才問了很多次 我只是追問別人的問題 他沒有答清楚別人的問題 我幫他追問而已 是這樣就沒資格問我自己的問題嗎 問了有線電視之後 你問最後一條,好嗎 好… 你這麼接近,這麼受影響 但我們已經… 記者會已經進行了一個小時 你們本來是見記者的 你們可否回答 不是,你們兩個月沒有出來的 其實是好像出來的 爭議事件是說不完的 麻煩給我們多點時間 我們現在回答 問了有線電視那條線 不好意思,我先問一下 老師,想問昨天有記者行家中槍 然後另一位行家 就是替他擋住你們的同事時 也被拘捕了 可否解釋當時 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是否前線的同事 沒有辦法分辨到一些已經著想 記者背心的一些行家 還是因為甚麼情況 情緒失控,有甚麼原因 會否向這兩位行家道歉 另外,根據剛才公布的數字 就是昨天一天之內 在多區已經發了800發的催淚彈 其實這個數字 比昨天江老師說 兩個月以來發了1000發 是很多的數字 想問其實為甚麼會用到 那麼多的催淚彈 是否真的那麼有必要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其實在不同的區域 都看到一些防暴警察 在那個驅散的區域 已經是沒有示威者的時候 都是繼續向著一個空的地方 發出催淚彈 你們有沒有考慮過 其實會影響到附近的民居 這個做法 是否江老師昨天所說的 迫不得已的做法 麻煩你 我想我先回答第一條 然後我交另外兩條 給江老師回答 就著昨天應該是 你說深水埗 有兩個記者 其中一個應該是 中了榴彈 她的眼睛應該是流血 另外也有一個記者 是我們帶出去警署 我也想在這裡說 第一,其實當時 應該那個她所說是催淚彈 為何會發整個過程 我是暫時未能夠交代 但是我想就著那個 應該是攝影記者的受傷 其實我想說 其實警方非常理解 記者其實跟警方的工作一樣 現在在一個這麼艱難的時候 這麼多動亂的時候 是非常之困難 我們很尊重 也都盡量去協助記者 在採訪的時候工作 我作為警察公共關係科 的總警司 其實都在不同的場合交代過 我們是每一次這些事件裡面 我們是派大量的傳媒聯絡隊 下去現場 希望協助大家一些採訪的工作 我想大家記者在現場 一定見過我們的同事 對於昨天在電光火石之間 為何會出現一個情況 令到那位攝影記者受傷 我暫時不能夠給你一個結論 但是明白在一些這麼緊急的情況 有記者意外受傷 其實我們是很不願意見到 這個情況其實也發生在傳媒聯絡隊 傳媒聯絡隊的同事 我們下去現場 其實不是做一些防暴的工作 都是去協助記者採訪 而在過程中 我們也有同事 在過去這兩個月 是傳媒聯絡隊的同事 也有受傷 有被磚頭訂中 有被鐵珠彈中 明白大家在現場做相關的工作 其實是面對著一定的危險 所以我們很希望 我們能夠在接下來 可以派多些傳媒聯絡隊的同事 下去能夠和大家一起協助 令到類似的事件可以減少 你提及到就是 昨天有你們一個行家 其實燒完煙之後 我們一般會推進 我們那時候 同事正正在推進的時候 是在推進過程中 跟其中一個記者 是有一些肢體上的接觸 那當刻我的理解就是 我們同事的盾 是有接觸到那位記者 而那位記者 據自己所說 也有捉住同事的衣服 所以那一刻 我們用了一個司儀 他襲警的罪名 就帶了他入警署 但是正正那一刻 就是傳媒聯絡隊的成員 在很快介入了這件事件裡面 理解了當時 其實大家的工作 其實根本上就不是去襲擊 也不是去阻礙警察 所以在理解了之後 很快就已經讓記者離開 也在過程中 我知道我們相關的 在警署負責的警司 也有向那位記者 導致他不能夠在那一刻 作出一個採訪 作出自協 我就著剛才你的提問 我作為警察公共關科的總警司 在任何警察和傳媒的關係裡面 其實我也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對昨天有記者 在採訪期間意外受傷 以及有記者在過程中和同事 因為誤會而出現剛才的情況 我亦不介意作為警察公關科的總警司 向受影響和受傷那位記者 作出自協 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 再一條 謝謝你 封鱈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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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力使用方面 我們都要看實際需要才會使用 我也從昨天的事件數目 我想大家可能從日數 或者昨天所說的大概兩個月以來 我們用了大約一千法這個數目來做比較 但這就是我們正正看到 那些暴力事件的升溫 暴力事件的頻密程度 暴力事件的擴散程度 我想只是昨天一天有一些暴力示威者 在包圍警署、堵路、破壞工物 丟汽油彈的地方的數目 那個數目是不小的 所以其實容若在說 可能昨天一天的一些暴力事件 可能已經比得起整個六月 因為我們也看到其實在六月的時候 普遍的遊行示威都是很和平地進行的 就算你說六月十六日那麼多人出來遊行 其實在一開始遊行的時候 大家都和平有罪 但我們看到昨天 雖然說在不同的區分有集會 但其實集會已經被一些暴力事件完全掩蓋了 很快已經在不同的區分 天水圍、黃大仙、荃灣等等 很多地方其實已經爆發了暴力事件 所以我們可以重新 我們在使用催液彈方面 我們有嚴格使用的指引 我們其實都是不希望看到 那些暴力事件擴散到這麼多的地方 而這個答案也可以帶到 剛剛那位記者的最後一部分的問題 就是由於這些暴力事件擴散到不同的區分 本身有些區分根本就是一些住宅區 而去到那個區分 他們去用一個暴力事業的破壞的時候 而我們的同事也是迫不得已地要介入去做區散的時候 我們才會用一些適當的武力去清場和區散 而有關民居方面 而我昨天也說得很清楚 的確我們不是很希望在一些民居附近使用催淚煙 但問題就是當一些暴力示威者 是他們主動選擇去到那個區分去搞事 去做一些暴力的行為 去到那個位置 其實我們警察也是別無他選 不是我們想選擇那區 我想那個區分是暴力示威者選擇的 於是我們就迫不得已在民居上 就用不著催淚彈 謝謝 你幫忙用過期催淚煙 可以直接答案嗎 可以用過期催淚煙嗎 請問我可以在英文問問嗎 你說那些暴力示威者 已經破壞了法律 對你真實覺得 香港警察獨自身可以 可以在法律上法律 我認為我剛才提到 在我的評論說明 我認為法律的法律 並不是在法律上法律的 and police are debunk to maintain law and order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law obedience of the general public is also important and that's why police will try our best to maintain the law and order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appeal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at they should also respect the law and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restore the stability of Hong Kong no doubt 中文字幕——YK